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里出现一种迷亚的风险 2006年日本与德国研究船发现了孵化三天的柳叶蛮 证实蛮鱼蝉蝉场在菲律宾马里亚纳海沟附近 随着黑潮的节奏往北漂流 来到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韩国和日本的海域 日本耐凉时代的万叶吉里歌颂鰻鱼是夏季养生极品 韩国的冬衣宝剑曾记载鰻鱼是治疗虚劳的良药 中国的本草钢木也记录鰻鱼乃滋补盛品 由此可见鰻鱼是亚洲人心目中的真品 而对台湾的少族人来说 鰻鱼还具有文化传承上的独特意涵 鰻鱼还具有文化传承上的独特意涵